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爆料某位新北市女议员罹患胰脏癌三期 却因为无力负担数百万的医疗费而想放弃治疗 网友寻线找到该位女议员脸书 发现就是唐惠玲 纷纷涌入并留言替她打气 就医消息曝光后 收到各界关心 唐惠玲9日上午在脸书发文感谢大家 并表示正在积极就医中 詹江村在直播中表示 近日跟高雄市长韩国瑜妻子李嘉芬及两名台商聊天时 才得知该位女议员离癌的消息 听说对方得知医疗费要上百万元 治疗成功的几率仅一成多 再加上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费 所以萌生放弃念头 而李嘉芬知道此事后便慷慨解囊 表示愿意帮忙筹措医药费用 詹江村透露 这名政坛友人是一位女性 过去是政论节目的常客 其实他早在选前置业就已经病倒 却还向医院请假出来主持 是国民党相当优秀的人才 无论逻辑还是口才 都是难得一见的战家